现在应该都出去 出去比较美 民众从社区门口出来 想要往中正区方向走 想要节省时间 就要像这样违规跨越双黄线 我说不可能乖乖 绕到那边再绕回来 都不可能直接过来 都会直接 向西洞会直接过来 你只要在这边站一下 你应该会看得到 从那边绕过去 就要从那边这样绕这样一圈 对 明明知道是违规 也很危险 尤其是常被检举达人盯上 最后收到罚单 刚才讲到 刚好是右手边有一个停车场 那停车场 当然它车子要进去的话 从这种直向进去的话 是方便 是可以左转的 但你那边出口的时候 要右转的话 直接要跨越双黄线 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变成要右转 变成要跨越 左右转就要跨越双黄线 这边是违规的 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 它如果这样违规 造势的话 当然是变成要违规 这个人要自己的自省负责 这里是信仪区 轿小街23号港都传奇社区外的道路 仔细看笔子的道路 被划设双黄线 但民众要返家 若依照标线走 就要绕一圈 不然就要像这样穿越双黄线 你说画一个单边吸线的话 也是不宜的 你变成说 有一个单边的单边这一项 就是它现在是左向 右向 右向车道可以这样画 是可以画吸线 但是问题 你左边 左线这边来 进来的车子 它总不可能 直接 直接跨进去的话 又是 它又是违规了 违规行驶了 而在往前走50公尺的森美街 同样都是画上双黄线 由于没有缺口 店家或住家要进出 只能够绕道而行 市议员陈宜 邀请了交通处等单位会刊 研议在适当地点设置缺口 其实双黄线 这是目前的状况 那我知道有很多的 这个检局达人 会上网去做检局的动作 那其实当然 这也会造成我们民众 这个不方便 那当然我是希望说 能够在这个交通法规上面 跟我们民众的便利性 取得一个平衡 有民众呢 跟诚意服务处反映说 由美的7-11 到我们深美7-11 其实这个大概是有 三四百公尺的市场 那这里呢 都是双黄线 那这边也有 邻近的港路传奇社区 他们要回家的时候 便要跨越双黄线 那今天呢 就是请交通处呢 跟两位里长来这边会刊 看是不是 我们的港路传奇社区 然后跟我们深美学校 这样一些家长要回家 或者是接受小朋友 就是不要跨越双黄线 来去到达目的地 民众回家其实是不方便的 因为他们必须得 绕一百公尺之后 再回转回来 那现在就是说 那能不能把这个双黄线呢 去点滑 那就是由我们的 市政府交通处来去停估 整条线就是孝贤里到孝宗里 这大概三四百公尺的部分 到场会刊的交通处人员说 先要厘清教肖街32号 这一段道路是属于桥梁还是路面 再进行后续评估 划设缺口的可行性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